花蓮市公所推出了大城饮食文化 实在好窝里春夏片 5月14号是由方俊生老师担任主厨 带大家动手来做卖油煎 也让参加民众可以品尝到大城传统美食好滋味 而市长威家贤市民代表黄达翔 也都到场来关心 花蓮市公所推出大城饮食文化活动 实在好窝里春夏片 5月14号由方俊生老师担任主厨 带着大家动手来做卖油煎 也让参与的民众可以品尝到大城传统美食好吃味 花蓮市公所针对我们大城的文化 长期以来一直在做相关的推动 那我们在此也要特别感谢花蓮县政府 给我们一些经费上面一个支持 那我们在这几个活动里面 不只是只有在美食的课程里面 也有带所有来到大城村里面的一些伙伴们 去了解到大城过去的历史 也有做一些导览课程 那我们还有一些润饼 麦油煎 还有一些大城的一个皱重 那我们今天在做麦油煎的部分 那我们也希望说每个学员能够了解 各个地方的一个特殊节庆文化跟美食 那我们更希望把大城的一些过去的文化 能够推广给更多的朋友了解 那也希望有些喜欢大城文化的人 也可以多多参与花蓮市公所的大城文化的一些相关活动 那也谢谢我们这一段时间 在防疫期间特别伴侣活动的一个文官所的同仁们 那我们确实落实了相关防疫的一个措施 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在地的文化 跟我们别的族群的文化 一起来这块土地上共同生存 这次有事无畏的民众报名参加 跟着型男主厨方俊生一起动手做 麦油街体验大城美食文化 就要同事推荐我来参加的 那这是什么样的活动你大概知道吗 就是一个介绍大城文化的活动 那你认识大城文化吗 不是很认识 那怎么会想来 因为我平常就喜欢就是了解一下不同领域的知识 对 对 所以很期待 还蛮期待的 就是对大城村的文化很有兴趣 然后想要有更多的认识跟体验 麦油煎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春卷 真的吗 是春卷吗 类似春卷的东西 但是是大城风味 之前有来过一趟 那你喜欢吗 喜欢吗 应该 喜欢吧 那今天要来做什么 麦油煎 那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类似 准饼的东西 从油锅温度 食材下锅顺序 翻炒技巧 还有调味拿捏 最后是用现做的润卷皮 把十多种菜料包卷起来 就是大城人的端午节经典料理 实在好窝里春夏平活动 5月28号要进行最后一个场次 也就是教大家来做大城重 让大家来品尝大城人的端午肉重口味 借着会欢迎视报道 1 8 8 3 7 感谢观看